我們看看這個直音式分解 上一次我們是不是講到第七頁 還有 一小節 這個直音式分解 什麼叫直式呢 所謂直式就是說你一個多項式 它可以做音式分解 然後你分解到沒有辦法分解 的時候的話 那我們叫直音式分解 然後的話那個最小的那個音式我們叫做直式 那這個 這個直式的話 我們要問它 它是在哪個領域裡面的 到底是整係數領域裡面的 就是說 我們就按照講一講 假設S代表這個 S代表這個 代表自然數 可能自然數可能是整數 可能是有理數 可能是時數 可能是負數 那如果我把 它寫成這個樣子 意思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如果是n的話 那就代表 自然係數多項式 例如 nx 這個我們叫自然係數多項式 比如說 3x0方 加x加1 自然係數的 不能有負的 自然係數多項式 例如 例如這個 這個叫自然係數多項式 這是1 對不對 如果我把他寫成這種的 這個我們叫整係數多項式 整係數的話 比如說 舉個例子 比如說 3x0方 減x加1 這都是整數的 這負1 加負1 這是整係數多項式 還有個什麼呢 這個我們叫 游理係數多項式 比如說 2分之3x 加6 x 減7分之5 這個叫 游理係數 游理係數多項式 還有像什麼 這是r r的話這個叫做 10係數多項式 比如說 根號3 x 平方加6 x 減7 這叫游理係數多項式 有問題 有問題吧 如果像這個的話 我們就叫什麼呢 是那個 負係數多項式 比如說是 1加i x0方 加6 i x 減7 這叫護膝 所以我們知道的話 這個集合最大 這個包含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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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吧 原理 好 好 那什麼叫做 那個 植一宿分解 就是那個植一宿分解 就是說 你的話 有些 這東西我就舉個例子好了 x的 4 減1 好了 對吧 這個呢 什麼呢 這個是一個什麼呢 是一個那個 整係數多項式 這個可以分解 分解成說的 這x平方 加1 要乘x 加1 i就是 減1 是不是 對吧 那如果呢 是在呢 這個呢 集合裡面的話 他已經是 植一宿了 植一宿分解完了 人品 但是呢 在護係數裡面的話 這個還沒分解完 還可以再繼續分解 分解成 x加i x減i x加1 x減1 這樣子 那對護係數多項式而言的話 這個才是植一宿分解 沒問題吧 也就是說呢 你一個多項式的話呢 他在哪個呢 這個領域裡面 他是不是植一宿分解 那是不一樣的 有問題 好 那比如說幾個例子 例如 s平方 減2的話 這個的話 在整係數裡面的話 他是直式 不是喔 但是在有理係數裡面的話 他不是直式 為什麼 在有理係數裡面的話 還可以再分解 分解成 x減 跟他2 x加跟他2 有沒有理 這個在整係數裡面 他是直式的 整係數裡面 但在有理係數不是 有理係數還可以再分解 這是一個例子 全負分解 蛤 全負分解 什麼 有理係數 喔不是不是 十係數 我剛剛講錯了 這個在整係數裡面的話 他是直因式 但在呢 十係數裡面不是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十數 對吧 所以還可以繼續分解 這個呢 這個是屬於的話 屬於那個 十係數多項式 這個是 這個是十係數多項式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吧 但是在 那個整係數裡面 或是有理係數裡面的話 這個他已經是直式了 沒有辦法再分解 但是在整係數裡面的話 他還可以繼續 還可以繼續分解 沒有問題吧 好 那例如 有理係數 有理係數 X平常 加上2 X平常在2的話呢 在 十係數多項式裡面的話 他已經是直式了 但在 互係數裡面 他不是直式 互係數 這個 互係數啦 互數係數 他不是直式 他還可以再分解 X加 好三的 更好2i X呢 減更好2i 對吧 所以在 負係數裡面的話 他還可以再繼續分解 沒問題吧 好沒問題的話呢 那我們現在來看 第二個我們看 完全分解 如果呢 一個步於 S的多項式呢 Fx能夠分解 若干的 Sx 內的直式的成績 好 也就是說 如果 Fx的話 他說 不予 不予在 S裡面 Sx 裡面 這個多項式 是不予這個裡面 比如說 如果N的話 那麼他就一個 那個 自然系數多項式 那我如果這個呢 可以呢 因式分解成 PERx P2x 甜甜啦 Pkx好了 然後這些呢 對於 對這個集合而言的話 都是直式的話 比如說這如果是N的話 那麼 P1的話是 那個 自然系數多項式 對吧 那已經不能再分解了 這個對於呢 這個而言的話 是直式的話 那我們就叫呢 直因式分解 在這個領域裡面 做直因式分解 但是呢 寫著這樣子的話 比如說他是在 自然系數裡面 已經是 直因式分解了 但是他在呢 優里系數 他在那個 實系數裡面 可能還可以再繼續分解 可能他就不是直因式分解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吧 一詞略推 比如說這裡有例子 第一個 比如說 x平方 減4 在什麼呢 在dx 內的完全分解式 他的完全分解式 就會分解成這個 x呢 減2 x加2 這個已經完全分解了 喔他是 喔他這個四次方好了啦 把他改一下 這個講義把他改一下 四次方解釋 那四次方解釋的時候的話呢 他在整係數多相似裡面的話 他那個 直因式 那個完全分解釋這個 這個樣子 平方加2 s平方 減2 這個時候已經不能再分解 在呢 x裡面 這個是他的完全分解式 沒問題吧 在x裡面他是完全分解式 但是呢 在十係數裡面的話 他還會再分解 在十係數的 靈域裡面的話 他完全分解式 這個樣子 這個呢 是在十係數 裡面的完全分解式 沒問題吧 但是在副係數裡面的話 他不是完全分解式 他還會再分解 繼續分解 他還會再繼續分解 好 繼續分解 繼續分解成多少呢 x 呢 加根和二i x 減根和二i x 減根和二i x 加根和二i 這個在副係數裡面的話呢 他才是直一數完全分解 沒問題吧 好 才是那個完全分解式 都沒有解釋 都不能解釋 你 來自你 說我 那一批 我 說我